那我們昨天已經開始 正說了不了一三說葬論了 那在正說了不了一三說葬論的時候呢 我們一般會分三個部分而去分說 就是說它的前言 它的正言 它的結語 這三個部分來講的話呢 那以了不了一三說葬論的 前言的部分來講的話呢 我們看到都是用祭誦嘛 我們昨天看到的 就是以祭誦的方法來講的話 他祭誦的禮戰 是不是分了說什麼從禮戰 應該說我們前面來分是 歸敬誦 造者秘訝 勸請聽聞者 以及最後所造的目的或所造的意趣 這個地方來分的時候呢 那在這四個段落我們分出了 中大師在他前言所要講的 我們這邊簡單來講就是什麼呢 他在藏文就稱為說 歸敬誦以及造者秘訝 歸敬誦以造者秘訝 他在這個歸敬誦當中的話 我們是不是看到說 中大師是分了四段去做歸敬 分四段去做歸敬 分四段去做歸敬 分四段去做歸敬的時候呢 後面的那個詩詞我就不再複習了 我覺得大家可以慢慢昨天看到了 從我們說什麼 從樂身開始一直到同神父 等這邊來講的話 直接宣說了四位天神 在等字裡面包含了四位天神 以及一位天魔之後呢 在這個驕慢 傲慢的天神 看到佛陀 或在佛陀之下 也對佛陀禮敬的時候呢 所以這第一句我們禮戰是什麼 是以叫說超越天神戰 或超越天神誦 這兩個祭誦 兩個祭誦來去分 最後是不是以說禮敬能人天中天 以這個來去做 第二個階段是說什麼 是禮敬開啟 我們應該說以天人身 開啟二大車軌的 不是開大車軌 而是說什麼 以佛子嘛 以天人的相貌 而是說什麼 是文殊菩薩跟弥勒菩薩 接下來是什麼 是在人間去開啟二大車軌的 在人間開啟二大車軌的誰 就是以龍樹菩薩 或者我們在遊戲中 聽到龍蒙 龍樹 等等都是一樣的 是以龍樹菩薩首先 我們一般來講 歷史上來講的話 什麼是佛陀釋現涅槃之後的 四百年之後 龍樹菩薩誕生 佛陀釋現涅槃後面的九百年之後 是無濁菩薩誕生 所以先是由龍樹菩薩 開啟了中關的大車軌 後面是由無濁菩薩 在開啟了為世的開大車軌 所以後面這個是來禮戰 龍樹菩薩跟無濁菩薩二者 後面的兩個寄送 後面的兩個寄送 是不是說是禮戰 十指二大車軌的祖師大德 在前面看到的是看到 我們直接看到了五位的中關的上司 或者五位的中關的師長 他沒有分說是應成還是秩序 全部是按照他的年份的順序而來 他後面所接下來是什麼 四位是唯士派的祖師大德 所以我們是先看 先禮戰了十指大車軌的 中關的祖師大德們 後面是禮戰十指二大車軌的 唯士派的祖師大德們 而去分 所以我們是不是在跟大家講說 在藏文的這邊的有一個 算說我們算格言 或者算一個口訣 說什麼是 以佛陀所宣說 佛子所集 開大車軌祖師所解 而十大車軌祖師所不斷的發揚 為什麼大師是 以這個來講是什麼 是我在講一遍 因為重要的事情就是 以佛陀所宣說 佛子所集 集合的集經 以開大車軌祖師所解釋 以十指大車軌 所去不斷的 不間斷的發揚廣大 所以一一一一這樣來講 但最後來開始的時候 什麼是不是 後面大師本身是沒有指名大姓 就是道姓說什麼 可是後面的解釋說什麼 是雖多文 用禮錄 以及有正量的這些人 都沒有指名道姓 可是後面的解釋說什麼呢 是縱使有很多以前的前障的 或者在中大師還沒有誕生之前的 很多的祖師大德 他們功德也不算少 也是相當的成就 可是都沒有辦法 完全通達空性的道理 那在一些的解釋 我們說什麼呢 前面是不是昨天講的 有說叫 像摩義師 善慧義師 以及 以及 我說 以及 像別的祖師大德 就是以摩義師 道波瓦 等這些的一些的主持大德們來講的話 在這邊來講的話 是他們 說多文 還有 普敦 道波瓦 我剛剛講的 還要說什麼 道波瓦 普敦 以及 善慧義師 等這些 他已經說什麼 他說以 禮祿 為什麼 因為以禮祿之神 是在我們這個 是恰巴 這個地方的 法師子 他是在西藏 殆盡辯論的時候 縱使他有禮祿的時候 他也沒有 完全的通達 以及到最後的說什麼 不少政量 很多人只說什麼是指 絕南派 的主持大德 這些等等都有的時候 縱使有這個的時候 是中大師什麼 中大師是依著文殊菩薩 為師長的恩德 而做到 為什麼我先以善見 我現在已經通達 完全了解空性的時候 和我以什麼一樂 以悲憫心 而當宣說 這就是造者的秘義 造者 造論者 後面的最後一句 或者不是一句 後面最後一句 就是勸請聽聞者 你要好好的去聽說 所以我們昨天 大概重點 當然我們就講到這邊 是以開始 很多的實惠的解釋 我就沒有去多去加以解釋 可是大概重點 就是剛剛在講的說 是佛陀所說的 以佛子所擠的 以開大車軌主師所解的 以七十大車軌所不間斷的發揚的 好 諸佛正法眾眾尊 直至菩提我歸一 我以所行私等善 為力眾生願成佛 諸佛正法眾眾尊 直至菩提我歸一 我以所行私等善 為力眾生願成佛 諸佛正法眾眾尊 直至菩提我歸一 我以所行私等善 為力眾生願成佛 妙鄉片土花山之大地 虛迷四周日月所莊嚴 靜如佛圖我樂靜供養 願諸友情共享此淨土 I Dham guru która nana men cela gran Ni adaya amin Ni prakge læ'e nongrio jjiti kugje kjianpapvo Singje kugje nne jjje po Tongje jje laa shangze lo Tongje jje laa shangze lo 他都没进入吧 他說 中大師如果對於為事 秩序 應成的空性 見解 都徹底了解 而且自己也證得了空性 那他自己是依靠以上三者 以哪一派的見解 才能真正的證到空性呢 嗯 可以讓你的許多 公司要在家靖中的 適合那三者 以為使用的話 他說 當我們有 無法理解 我們有 無法理解 我們有 無法理解 你 到達 提請吧 請求嘛 請求嘛 請求嘛的多約呢 我們有 無法理解 我們有 無法理解 很多臣所在 以私見說 我示之為 想和 有一個 生存在 它 想和 那個 ea 我示之 沒有 做 seven 雖然 Dannyneuny Jietun Chuinin taköhemmaray Jietun Chuinin takohemmaray Mondayb Universitana Serkarri Reisena Jietun KAsiaccabi Gomarra Sintarabaji yiina Rangji bi Tadoo Ti mi Junti Ushule Niin-se-mato Yoh Mari Sentzon Bi Tatro Ti mi Junti Ushule Ka samatito yoh mari Yinna yang Kod Jetanbebaji Titinjivi Tadro La Tudi熊an Raang lukyueche Devati Jepamato 在这一家文中的文明学回来 我做的事情都可以做 这些人都要做的事情 还要做一些事情 这些人都要做的事情 这些人都要做的事情 因为要做一些事情 在这些人都要做的事情 要做一些事情 那首先还没有回答你的这个问题来讲的话呢 首先我们要了解中国大师在哪里去宣说出了以上三者的见解的话呢 在他著作里面我们只有在于《入中论散贤秘书》 以及《辩了不来一三者证论》二者里面会看到说 清楚的去宣说三者中议的不同的见解 但是虽然两本著作都有在讲三者中议的见解呢 但讲述的方法完全不一样 在于《入中论散贤秘书》的诠释的方式是什么呢 是在讲述唯士派的见解也就只有几页 在讲秩序派的见解也就只有几页 它完全是什么呢 是以中观应成派的见解要破斥这二派的时候的角度来说 那它二派的见解是什么 先去宣说而去破斥 以这个角度而去宣说的 那在《了不来一三说仗论》的时候呢 则不是 《了不来一三说仗论》的时候呢 中大师在诠释三者的见解的时候呢 完全都是什么是以至终的方式 以至终的方式而去诠释说 以为事也好 以秩序也好 以应成也好 都是这样子 那这什么意趣呢 就如同像我们说以一个阶梯来讲的话 以下下的阶梯是登上上上的阶梯的住院 或它的辅助班来讲的话呢 如果能依下下的见解的下面的维斯派的见解呢 是有帮助于了解上面的中观秩序的见解 如果能了解下面中观秩序派的见解 对于了解上面的中观秩序派的见解 有帮助的缘故呢 所以中大师在《了不来一三说仗论》 是以完全是以至终的角度 而去宣说出了 为事、秩序、应成等见解 他首先还没有回答到你问题之前 要先了解这样一个案例是很重要的 弟彼女 你前往哪里面倒下 在这个有媒体啊 这些没有泪雀 没有尝利成等 所观秩序派应该的 这些对比 played 没有在这个视频的 bear with,生存在平前的于柳主义 地区的构阻和nier当ği马的言背 如果受冲的构也好, conf on师,夫艺,就在這個使用 在这 extreme age took place,就是 jeopardize 所在所マナ的草扒的需求有益 而您的指示有限的情像是有任何事情 在他的身体中有些像 天机无限,他没有回想。 天机无限,他没有选择会建筑人物odel 天机无限, 它的吸血有限,你信息会有限, 如果没有关注要强调整体地了, 你对人无限,没有关注要强调整体 。 我需要我们不要一个 但我们对人们进行的转移动, 如果想到出水中 力量 oli 力量,去解説 天制 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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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否要求 当然 就是见识 这样就说λλ刚才技术 与人家 若然所帮助 与人家 这国家的 读研究竟 人家 若然所说的物体 若然 若然所说的 若然所说的物体 若然ここ就在院 若然 因此 中文 若然所说的物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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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如果从以前的角度来讲的话呢 在以前在印度的时候呢 对于这个大圣的见解的时候呢 他们不会在当中再做这个比较 说我是唯师派的见解 我是中官派的见解 我是自虚派的见解 我是印诚派的见解 他没有这个 他就是一生进入了这个见解之后呢 他就是一生说我是唯师派的 或我这一生就是中官派的 就例如说像我们在西藏 我们有分四大教派 有格鲁 宁玛 嘎举 撒迦等等的时候呢 那总而言之 自己哪边有缘 或者我们用 因为老师用了一个藏文的用词 比较大家可能不知道 我用这个用词的话 大家可能不懂那个意思 我们在灌顶的时候 不是有一个花会掉到哪一方 和那个代表你跟的有缘 我们藏文就说 那个花掉落在何方 你就哪里有缘的 一般一样的时候 就是我们中文就叫缘分啦 和藏文就是有它一个专门的名词 就是哪里有缘分的时候呢 你看我们一生进去 我就是以格鲁 我就是格鲁了 你是宁玛 就是宁玛来讲的时候呢 他不会说特别的去做这个比较 他就是直接进去的这个教派来讲 一样的时候呢 可是不管是大家在西藏 在四大教派当中 以哪一教派来讲的话呢 他的最顶庄严 或者最殊胜的也好 哪一支说什么 最究竟的也好 或我们用现代的样子 最符合科学的 这见解是什么呢 都是以中观应成派为首 或者为最高的顶庄严来讲 所以如果你说 那中大师本身的见解 是什么来讲的话呢 那当然就是所谓的 中观应成派的见解 可是你这个问题 可能是有在我们三大师问的话呢 我会认为说 你这个问题是有陷阱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会说 你会来讲的话 你问的时候我会说 你是以哪一个部派来问 你是以哪一个角度来问 如果你说你是以 维斯派的部派来问的话呢 我会说中大师就是 以维斯派的见解 如果你问中大师 有没有证得维斯派的见解呢 我会说他证得了维斯派的见解 因为你现在是 以维斯的角度去讨论 如果你现在是要以 中观自序派的角度来 讨论的时候呢 我们就是说 中大师就是他自己 也是证得了中观自序派的见解 他所持的见解 也是中观自序派的见解 如果你是以中观应成派的 角度来问的话呢 我就会说 中观大师是持中观应成派的见解 也了解了通达了中观应成派的见解了 这是以这样子来去问法 可是如果你说你不分中派 你不分中意 而去问你说 那一般的中大师是什么见解呢 中大师到底的见解是什么呢 或中大师他自己是秉持了什么见解的话 我们当然会说中大师自己所秉持或持有或证得的见解就是中观应成派的见解 因为我们也会说中观应成派的见解 中观应成派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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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自己说吧 我能表达出来这个 这个问题就是 如果宗派就是为师中的角度来说 为师中派的角度来说 就是大神的 无间道和节奏道通达的空隙 就是一定是五十宗的空隙 然后你是中间 自虚派的角度来问的话 大乘的那个五金道和解脱道的 从现行的角度来通达的那个空隙 就是一定是中间自虚派的空隙 为什么呢 中间自虚派的角度来说 中间的角度来说 维师座的空隙和阴晨派的空隙 就是不存在 所以那个中派的角度来说 通达空隙的那个空隙 就是中间自虚派的空隙 然后阴晨派也是一模一样 如果中派阴晨派的角度来说 那你刚才那个阴晨派 我不可以分那个中派 到底实际状况是什么 如果你这样问的时候 就是一定是中间阴晨派的那个空隙 为什么呢 我们不能分开就是那个宗派 哪个宗派 不能这样说 实际状况是什么 我不管宗派 实际状况当地是通道的内容 你刚说我也刚说 菩萨那个建道和无间道的 解脱道的通道的空隙是什么 就是中间阴晨派的空隙 为什么呢 中间阴晨派的空隙 无自信就是实际状况 然后就是秩序派和维世宗的空隙就是 他们自己的宗派的角度来说 就是安理空隙 但是实际上它不是空隙 就是这个 是吧 听之后 但是 第四位是多的 我在帮老师说一句 刚刚就说什么 老师也就是意思说 你看如果你不分中派 来去做的 如果你分中派 不要说别的 如果你分了中派来讲的话 以维世派的角度来讲的话 自俱派跟应神派的菩萨们 根本不可能获得到见到或者卸托到根本定 他到达都没办法到达了 他到达这个位置的菩萨 一定都已经是维世派的 或者是秩序派的 或者应神派 他是以自己的见解来去做的 这样子 好 考察一下 但是 意外的 在 roller 天线的 在彩虹的 迁之后 在彩虹的 地底部 也不容易 在彩虹的 帩虹上在彩虹上 但是 只想下 在彩虹的 那有些人会问说 如果只有中华应成派是究竟的话呢 那何必还要再学 维世或者秩序 或者何必又要再建立这些 维世跟秩序的见解呢 不是这样子的 因为如果有了解或者通达 维世的话呢 他已经越来越靠近秩序 他已经跟秩序的见解越来越靠近了 有些人没有办法马上接受到秩序的见解 他要用一个东西让他先靠近 比较靠近的时候 他先的方法是先透由维世去靠近 当他可以了解秩序的时候呢 他没有办法完全了解应成 他先透由秩序的了解 他已经非常接近了应成派来讲 所以他是透由这个方法 让透由维世的见解让他接近秩序 还是慢慢 他透由秩序的见解慢慢学习 他已经接近了 或已经有 虽然不是应成派的见解 可是跟有应成派的影子 或者他相似来讲的话 已经变得很方便 或者学习有很多的工具可以运用了 和维世派怎么慢慢接近到秩序 秩序派怎么慢慢接近到应成的话呢 我们再过几天我们会慢慢讨论到的 他说如果只有应成派的见解 才能真正正得空性 及达到见到位的话呢 那么坚持维世跟秩序的见解的修行人 是不是永远也没有办法正得空性 我们先讲关注的 我认识解的是不是 我们如果说 我们有一次整体的解法 从不及途中无垃圾在上记有颜色 我们其实都说 会从大一步的解法 成为无垃圾在上记有颜色 那我先把大家我刚念了中文的问题以后我想说这个问题可能不只是 帮助我们台湾还可以帮助到印度跟西藏的人我会把这个问题都用藏文也翻一遍老师听懂了他也知道和我会可是为了不仅仅我们所以大家的姻缘我们可以说这个课程会流传到很广很远的这个来讲的时候他说 所以要这些人给觉得我们好处理 bedそう可不过说这些事情 caterpill behav�都变抵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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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抵 我们请不出现孕生存在 tierra occupiedい理论 所以我们 cautiously决定 只是小时的形象 一直以来 neoliberal minister 永远受接受 人家为他们的 alarms 同时也下面决定 会使用孕生存在心中 一旦什么时候 人家家短路上其他犯罪 综绍的体会 是的 为言福 这你就得出现了 自 shake 那我们这个问题要分几个角度来讲的时候呢 你说如果从实际来看的话呢 从实际来看 你说从应成派的来去 我们不要从应成派 从实际来看 是不是他秉持或者持有 维斯派的见解的当下 跟持有自序派的见解当下呢 他就是不可能证得空性 他就没有在 他还在持有维斯派的见解 持有自序派的见解 他就证不了空性了 不要说他证不了空性 在与中博大师的《日中论散显秘义书》 我们今天清楚的跟大家讲 宗大师在他的《日中论散显秘义书》 就有讲到说 只要是持有 不是中博应成派的见解的这些菩萨们来讲 不要说别的 连资良道的上品位置他都到不了的 连资良道上品位置他都得不到的话呢 更不用说他能不能去见道了 他能不能获得胜者的国会 都不可能的 所以以中官 以实际的 我们不分中派 我们不分中义 我们以实际来讲的话呢 你说持着维斯派的见解 持着秩序派的见解 他能不能证空性呢 不行 他能不能证得圣者的到位 见道个位 不行 可是刚刚这边有一个问题说 他又有一个 又有一个另外一件事 是不是永远不能证的 那又不是永远的 是他在持着秩序派的见解 他在持着维斯派的见解的当下 他没有办法证得空性 当他脱游这个因缘 在不断的学习 越来越建议 他舍弃掉 舍弃掉维斯派的见解 舍弃掉了秩序派的见解 进入到了中安应成派的见解的时候呢 他当然可以证得空性 他当然可以成圣者 他可以成为圣者的菩萨 他当然可以依此修行 而可以成为佛 没有所谓的永远不可能证得空性 没有永远不能成为圣者 没有永远不能成为佛的 这个例子是没有的 可是当他正在持守维斯派的见解 正在他在持守秩序派的见解的时候呢 他以实际来讲的话 他没有办法证得空性 但如果你分中派下去来讲的话 那当然维斯派就说什么 只有依着维斯派你才可以证得空性呢 如果你是依着秩序派的中派的见解来讲 但当然他说 只有依着秩序派的见解才可以 才可能证得空性 那我们现在以实际来讲的话呢 就是以中安应成派来讲的时候呢 只要持有秩序派 跟持有维斯派见解的这些的修行者 他是没有办法证得空性的 那我可以说 秩序派 以及维斯派 是什么呢 是作为可以通达 中观应成派的见解的助缘 以及维斯派 跟中观秩序派 是作为什么呢 等于是作为 可以通达应成派的第一个阶梯 跟第二个阶梯 上去的 可是大家不要误会哦 不要说 透由中观秩序派 以及维斯派的这些念去修行 就没有用 我们不是这样说 千万不要有这么误会 不是说他没有用 透由维斯派 透由中观秩序派的见解 修持 去思维 去证得 等等的话呢 他对于说什么 虽然他没有办法连根 把烦恼断除 但他对很多去消除 去除 除分烦恼 有很大的作用 虽然他依着这个境界 没有办法完全的去断除 烦恼获得灭地 但他可以说什么 他依着这些间接的修行 他可以把 除分烦恼降低 消除 嗯 嗯 他在这儿做了 来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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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 这样 讨厌的时候 就是更舒服一点的感觉 嗯 嗯 这样子 我的ようなこと 我们的目标 我们的目标 有什么准备主义 我们的目标 我们的目标 也有什么看法 我们的目标 我们 那么在你已在习惯当这个羊子 сос围尝乔兰 在进去里走断 上这个羊子显示 我们同乿 claimed 阳心网有使 Philip寻设 但违食来这么多也是 不得了我和哥的子女不 να习惯不知 员就从方向爲竟点到了 老师就像长了他 把人打扔子 我們昨天不是講到說 尤思妙音恩善見 以悲民心我當說 在這個時候 宗大師就是說 我是依靠著恩師 文殊菩薩的恩德 我去完全的善於通達 見到了空性 他因為我見到這個空性 透徹的見到空性的時候 我是說什麼 我以大悲心 以菩提心的動機 而去當為宣說 所以你們應該要好好聽聞 他以這個來作為他造者的秘意 而在勸請說御政諸法 後面的這一句是勸請他人聽聞 可是有些人就會問說 或者也有人懷疑說 那宗大師這樣子可以允許說 自己宣說我真的空性了 他是這樣子是合理的嗎 這個是如不如法嗎 還是這有沒有符合 導致釋迦世尊的教戒或者戒律呢 他有這個疑惑有人這樣子問 他也有人這樣子有這樣子的疑惑 當大西 movements 即使当地湖的地球学生会有变化 因此,这些人认为优优独播的 因此,他们认为优独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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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优独播的优独播 因此,他们认为优独播的 那在我们钟大师不仅仅是在他的了不来一三座章论前面有如此的宣说 有这样子的一个词汇来讲的话 钟大师在他的《入中论散写秘书》的也说什么 我透由龙树菩萨等这些祖师大德所流传下来的这个中观见解呢 我现在是以一个无垢的没有杂染的这种智慧的眼 我已经清楚证得了来了解的时候呢 钟大师不仅仅是在了不来一三座章论如此宣说 他在《入中论散写秘书》也是这样宣说的时候呢 那如果没有特别的意趣的话呢 我们是不应该宣说自己的正量功德 是不应该 可是如果有特殊的意趣 有特殊的目的需要宣说的话呢 这是应该宣说的 在佛陀自己的戒律里面就有讲到了 在如果一般来讲的话呢 没有特别意趣不应该宣说自己的正量功德 但如果在这二者当中的抉择 如果有一般来讲不应该宣说 但如果有重大意趣呢 应该把这个不应宣说的变成说 应该要宣说的 这个在佛陀的戒律里面就讲得很清楚 在宣传说的话呢 这种你要必须的 这种人别人都不肯定了 这种人别人都不肯定了 不肯定是要得了 但是那么在这种论度里面 我们也知道 在这种论度里面 在这种论度里面 我们也认为 通知感觉所以我没有提出 有助感觉 在这种论度里面 如果在这种论度里面 通知感觉 如果在这种论度里面 那种论度里面 就会提出 在此证度里面 会不会有点 但也会不会有点 但你同一 하지,让人调到进行信息后, 让人调到进行信息后, 如果说说有信息后, 人们的思考不通就必须感受信息, 他用梦档运气, 不认不清不信息后, 他有一点, 因为他运作证实在他自己有用, 他们以如技巧, 他一样一样, 如果要勉强它, 我不能去搬家,但不能去搬家, 只是 景色一樣。 大家會說,那鍾大師在這邊的所說的意趣啊,或所說的目的啊,是什麼呢? 那大家要知道說,鍾國佛大師在誕生的,或者說的意趣啊,或所說的目的啊,是什麼呢? 鍾大師在誕生的時候呢,那時候對於空性的見解,或者那時候對於空性的見解是什麼,是要把所破跟例子是完全的破除 是認為說,當我把所有的東西毫無保留,而把完全的破斥,變成什麼都沒有的那個時候呢,那就叫做空性 不是說所有的人都持這個見解,但那個時候的最興盛也好,最普遍的見解來講,什麼是要 完全的就破除 在鍾大師是說什麼呢? 不是我是透由學習廣大的經文去閱讀,以及透由清見文殊菩薩的教研等等的而去思維而去遮止呢? 不是這樣的遮止,是要什麼呢? 是要把所破跟所立的點要分開的 是所破的跟案例的是不一樣的,而去做這個區分的時候呢? 鍾大師不僅什麼? 他是在以後是說什麼? 用三者,用經典也去遮止,經典遮止也不是最主要的,那是有經典的遮止,是無垢經論也去遮止,不是要破斥一切,是有只要破斥所破而已 以及在透由什麼?在正理也去破斥,去透由無量無邊的正理 不僅是這樣子,還要說什麼?是透由自己的經驗而去證得了 我自己的經驗而去證得了 這什麼呢? 鍾大師說我在這邊透由自己的努力,言樂無垢經論,透由清見文殊菩薩,以文殊菩薩作為自己的恩師 而我什麼?我把它變成了解了,緣起距為星空,星空即是緣起的 這個道理來講的時候呢?我說我是以我自己的經驗而去分出來了 以這個我是比丘,我是一個修行者,我不會說謊 我是按照我自己經驗來講的話呢?所謂的空性不是破斥一切 而是把所破跟所立而做這個區分而去清楚地去宣說的時候呢? 在這個時候,以廣大的或者以主要的去把那個時候的顛倒的執著或者錯誤的見解而去遮止的緣故的時候 這是其中的一大意趣,為什麼鍾大師在這邊說我已經正得空性呢? 在這邊,我可能會在那邊說,現在說,我們在那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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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 法師常有幾個供應的理解 對方說的是, empt手稍微有臉 這些人都是靠頭的 用來做的 從文言上,體育中你問 用來折手稍微有臉 從這些人做的, 使用人那麼容易 這是從文言上, 用來做的, 那其中是不是因为自己是说 这是我亲身的体验 这是我自己经历过的 我不会说谎的 我自己的经验的时候 透过这样的宣说的话 对于破斥这种颠倒的见解 或者把这个很强烈的 很兴盛的这个见解 虽然是很兴盛 可是这个见解不对的 去破斥有一大帮助 是其中一个原因 第二个这个意趣来讲的是什么呢 是照论的圆满书胜音 照论圆满书胜的音 是什么意思来讲的话呢 因为什么呢 这代表说中大师本身照此论是什么 是我完全是通达 我所要讲说的这东西 是我完全了解的 我不是只是 那种有初分的感觉 或者初分的了解 大概是文字上了解而已 当然你说文字上了解 或者初分了解 能不能写论 那当然可以 可是这不是 中大师代表诗篇是说什么 是我是已经完全通达 我以量去证得了 这个所要说的一切 而我把它写说出来的话呢 这个是来讲叫做 造论的书胜圆满音 那这什么呢 这对中大师来讲 一点帮助一点差别都没有了 可是对谁有帮助呢 对后面追随大师的这些弟子们 有帮助吗 为了要帮助追随 中大师后面的弟子说什么 我造论的这位祖师大德 他自己是通达的 是完全的了解的时候呢 弟子们一听到这个 就伸起 油然伸起信心了 对中大师自己来讲的话 一点差别都没有嘛 我说我证得也好 我没证得也好 这已经是我自己的功德了 是为了完全是帮助 追随 追随大师的这个 后面的弟子的缘故 而中大师宣说出了这一段 今天没有办法 基本没有送过吗 但是呢 这种可能是天气了 国家那么人道的 当下就有一个机会了 是 在一个的柄里 国家人家被用的 学习冗赛比起来 严重的马来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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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国家弄刺 国家人家被用的 就是人道的都是屁股的 去看或者是有一个 来教典吧 很容易 不干扯的马来教 就是人道的马来教 都不干扯的马来教 在一个的马来教 里面的马来教 那么你是 你现在的马来教 在一个马来教 那里 有一个马来教 就有一个马来教 马来教 在一个马来教 那里 在一个马来教 来教 那里 在一个马来教 的马来教 马来教 我们 那舉一個例子來跟大家講說什麼呢,我們現在看到鍾大師的拳擊裡面,有一個是什麼,是鍾大師不會沒有意趣隨便的這樣說話的,鍾大師不是這樣子一種人,不是說沒有意趣要自己宣說自己的功德,鍾大師完全不是這樣的一種人,怎麼可以看到呢,在鍾大師的拳擊裡面,有一本,有一則的書信,是鍾大師 寫給自己的根本喪失,至尊仁達瓦的書信,它是什麼呢,是大師在跟文書菩薩的溝通的這個階段,是問答,問答,問答,這樣一直問答,大師把自己的問題所告訴文書之後,文書的回答,大師以做筆錄而抄下來之後呢,他把這個書信,以把,等於說是自己的正量所看到,因為是,是親信 把這個給人道法道師看的時候,在這個文末當中有說什麼呢,他說請不要把這個信給別人看 不要隨意的給這個信給別人看的時候,大師有在這個文末,這個書信的後段有寫著什麼,為什麼呢,因為這代表說什麼呢,這個是有很大的忌諱 對,為什麼,因為這不是我們人與人,是人跟本尊在溝通的時候呢,有很多說是,我不應該把自己的功德 或者自己所見到的,或自己所動向,我們是不隨便跟大家講的,我們不隨便跟人家 來去宣說的時候,這有很大的這種的忌諱 而是說一般來講的話,所以從這個來可以看到說,大師就不會隨便說,我是看到文書菩薩,我隨便知道空性了 他在文末這邊就很清楚的說,請不要隨意給別人看 他這是什麼呢,是因為當大師,原籍,至尊倫達瓦大師,原籍之後呢,這個書信還保留的時候呢 所以後面的弟子,找到這個書信之後呢,把它收納到了中國大師的全籍當中而已 而不是大師自己把它公開於是的 是不是只有他們的人 在這個書信的時候,他在這個書信的話,會多於這個書記的文書 這就是,要用藉害的這些書記但你不是在看上去的沒有嫌疑 所以那個書記有講的話,應該就是要在這個書記上去的 不是属于心的地理 完全的是以悲憫 愛惜 愛護的心而去宣說 不是為自己說什麼 我可以有什麼名文立揚 我可以得到什麼供養 我可以得到什麼名聲而去宣說 應該是以完全的 以悲憫的心而去宣說的話呢 這二者是代表說 造論的 殊勝圓滿的二因 對對 其實我們說 七十八年 五年前 這個應該不是只是說 造論的殊勝圓滿的因 應該都是我們在於 講法的殊勝圓滿的因 也要符合這個 就是不只是在造論的時候 在講法也要 在講法的時候 這個講法者 或者受課者 他本身應該是也要去通達 了解所要講說的 以及所講說的這個動機 不是為了名文立揚 而是因為愛惜 完全是想要利益聽擊眾 或者弟子們 而因為他去宣說的 所以這可說 從來看詞 但它還不公平 是在家人 其他人 被它們九十八年內 就是從來看詞的 或是在家人 以來自家人 還可以支援 這些東西 還可以支援 ou是去廣告主建議 那些心 要是在家人 を取得 要想要利益看詞 相信 在更是你 能益聽見 在演示中,组叫, Men组叫, 我让你挣上设, 当我们来和你们做, 我们都要跟他们玩, 在他们的做法, 可是我们去玩, 我们都要想回来, 我们就要玩, 最后面这边是说什么 那预政诸法真实会 无比说者当静听 这是什么呢 这是在 中博大师在这边已经在 劝请听闻者 什么在劝请听闻者 是什么说 诸法真实 诸法真实 一直在指说什么空性 诸法的 诸法真实 是什么 就一切法的究竟的体性 空性 如果你要生起 预政如此的会 如果你想要 证得诸法的真实 这个就是真实 就是空性的 这样一个会 你们想要生起的话 这个叫什么 无比说者什么 无比说者是代表佛陀 佛陀 如果你要获得佛陀的果位 那你是怎么样获得佛陀的果位 是透由 证得诸法真实义的 生起他这样的 真实义的会 他才能证得 无比说者 这个 佛陀的果位的话 当静听什么 你们现在是应该要来听了 如果你有这样子的想法 想要去了解 通达诸法的真实义 生起这样的会 而依这个会 去获得佛陀的果位的话 现在是你们要来听的时机了 那这个来讲的话是有次第的 有次第的 我们要来讲说什么呢 那最后的果位是佛陀的果位嘛 那佛陀的果位要获得的话呢 是什么是 是要透由 证得空性的会 那透由空性的会是什么呢 是要透由宣说 讲述空性的道理的这个经典 那所以呢 是依着前前者 才可以生起后后者的缘故 那我现在要跟大家宣说了 有关空性的这个论点 我已经要跟大家讲述 这个空性的时候呢 所以如果想要获得 后后者的人的话呢 听者们的话呢 你现在要来听了 现在是你们听的时机了 这话又说 又是因为他 battlefield 对那些人的话 都是没有实现的 你们有影响的 然后这种段子 你们自然之后 里面的人 在文中 就这些人 那个人 仔终而言 这是 猙子就是他在做事 大家都是得做的 不再做事 只能做事 需要做事 但実際的工作 需要做事 需要做事 如果用做事 那誰 shall做事 能做事 不容易 吃粗壁 它要做事 吃粗壁 那以上應該可以說簡單來說的話 我們把了不了一三說藏論的前言 已經說完了 那我們這個從現在開始 準備要跟大家講說了 了不了一三說藏論的證文 看大家只要有跟我來上過課 或對我有一些了解的話 我講課的風格或我的習慣是什麼呢 我是會很詳細的 好像在做研究般的 而去做想說 不是那種只是初分的或者略說的 或者那種只是大開的這樣說 而是我會細細的一一來講 所以大家從這個之後 大家請要專注 要去散如地聽 要去仔細的專注的去聽 可是大家要記住什麼 說專注的聽或者注意的聽 不代表說大家要很鬱悶 大家可以放輕鬆 可以身體心情放得輕鬆 可是就什麼呢 就是專注 心情是專注的 就是輕鬆的 愉悅的 快樂的去聽 但是要專注的去聽 不是叫大家變鬱悶的 好像覺得很動彈不得的 那種感覺不是這樣子的 那我們還沒講正文之前 大家可能會講說 那我們為什麼要把這本論叫為 了不了義散說章論 這跟了不了義有什麼關係啊 了不了義跟空性有什麼相關聯性 我們現在不是要來聽空性 你為什麼要跟我講了不了義 那了義跟不了義跟空性 是有什麼關係呢 為什麼要為什麼要 為什麼中大師把這一本論點 教師說為了不了義三說 因为是过分的你们的方法 是计算的 所谓女生争的 一样 是平壳的 你会是计算所谓的 有计算所谓的 你知道原来是给你 重谓人类的 但是计算して 我就ж了解,首先,我看到 wenigsten是 在这个国家,在елен为人物,第二阶段, 所以在一起,我冒冒冒 讲, 我就是想,在研发上, 我会使用自己的研发习以下 如果我们的胃膀把胃膀的治愿一样,我们就看不见了 这些人会想得到,我们的胃膀把这些治愿的治愿 不就有这些治愿,我们的胃膀的治愿,我们的胃膀有的治愿 而我们的胃膀是因为,胃膀的治愿和治愿和治愿 如果我们的胃膀的治愿,我们的胃膀是有的 那在於正德空性之前 先要去分出說 這個叫點是否是了意跟不了意 就是我再講一遍是說 在正德空性之前的時候 首先要分出說這個叫點或者這一派的論點 是否是這是了意 這是不了意的 縱使這不是只是為事而已 是在應成派也是要了解應成派的空性之前 也要先了解說 以應成派的角度來講 這個叫點或者這個論點 這是了意的 這是不了意的 要先做出這樣子 自去派也是這樣子 來要先去分這 為什麽來講的話呢 大家想想看嘛 我們為了要證得空性的之前 是不是要先對於 詮釋空性的經典要去聽聞 對 要對空性的經典要去聽聞的時候 要分辨說 這是講空性的論點 這不是講空性的論點 要做這個區分嘛 這才是正確的在講空性的論點 這不是正確講空性的論點 如果沒有做這個區分來講的話呢 如何去瞭解空性呢 所以為了要去了解 或者要去通達 為了要去證得空性之前 首先要去分說這一個派別 他對於說 這個是在以教點或論點當中 這個是了意 這個不了意這是第一步 再分出這是了意的經典 這是不了意的經典 分出來之後呢 他才可以說 我對空性的 宣說空性的降點去去聽聞 聽聞之後 依著去而思維 依著思維而去證得 依著證得之後 而一步一步而去獲得 我們後面的功德等等來講 所以在於要了解空性 要去通達空性的之前 首先第一步 是不是要先去分辨說 這個論點或者這個教點 哪些是了意 哪些是不了意的 但是在天聖位 天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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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天聖位 去哪個 下了解 所謂的 神聖位 向人的 對 你 這個 是 因為 對 在 看 你 所以天芝麻都远上了 但天芝麻都连了天芝麻都远现了 所以现在非常重要 要求我们计划 就言 今晚已地аж 从我们的书里 fellowship 但让我们进入 都是我们所谈计的 Gang of our people 把我们的书里接过了 看我们都远了 我们可以追解 天芝麻都远起 我们想尝试 跟天芝麻都远起 因为人们的书里 所以在讲到这个话题的时候 就跟中安应成派 非常有相关联系 因为中安应成派来讲的话 何为了义经 何为不了义经 若此经有在直接 诠释空性的话 这就叫了义经了 如果这本经 没有直接在诠释空性的话 这就叫不了义经了 就这么简单 以应成派来讲的话 这本经典有诠释空性 它就是了义了 如果这本经典没有诠释空性 它就是不了义了 不了义经 不了义经 这个来讲的话 所以来讲的话 当我们要了解空性之前的话 如果没有了解这本论点 或者这本经 是否在诠释有关空性 还是不是诠释空性 它没有办法收摄 它没有办法收摄说 这就是在讲空性的论点 这不是在讲空性的论点 它没有办法收摄的缘故 所以 在还没有在了解空性之前 它首先去分辨了 说这个论点的了义 跟不了义的区分 这是我们有消息的方法 我们会没有资论 这一直有实在 就是规定的在这儿 在什么程度的 这是很诚信 我们在想空性还 这是学习的方式 作词 我们在新疆 在这儿 论区分辨误 那是 在这儿 你个人真识 你少有个人是 在这儿 他人真识 他通论区分辨误 他就那么深信 他刚才 以为 所以等一下我們再看到 宗大師的《了不了一三說詳論》這邊的時候呢 大家會看到說 不管是在為事也好 在秩序也好 在於應成也好呢 還沒有講到為事的見解 還沒有講到秩序的見解 還沒有講到應成的見解之前呢 宗大師首先在各派的這邊呢 都會先出 分出了意跟不了意的區分 在為事派的了意是這樣子 不了意是如此 在於秩序派的了意是如此 在於不了意是如此 在應成派的了意是如此 不了意是如此 是這樣子分出來之後呢 才開始講各中各派的空心的見解 也因為是這樣子的原因 也是如此的緣故 所以宗大師才把這本論解命名為 變了不了意散說張倫 哦 對 但是 當大家講過了 在我身邊的地方 假裝謂的 記者是甚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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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如果要講到這個話題 還要再講一些前言才可以講下去了 不再講多做一些補充 沒有辦法講下去 所以還要再補充一點點啊 他變了 整他來講的是 第十四個別要不要了 他整他來講的是 那首先大家要了解一个是什么是 我们在佛教不是有分四部中义 我们四部中义不是有分 就是皮薄沙中或者有部 经部为室中观 这叫我们叫四部中义或者 简单来讲的话是 佛教的四部的或者四种的见解 那在这个四种见解的当中呢 我们会分皮薄沙中 跟在经部中里面有说 随教行跟随理行的经部 就是经部里面有叫 随教行跟随理行 那大家先知道这样子的话 以皮薄沙中跟随教行的经部中来讲的话呢 他们只说经只有了义经没有不了义经 就是皮薄沙中跟随教行的经部中来讲 他们说所有的经只有了义没有不了义经 而在于随理行的经部中 为是中观秩序 中观应成 这些都会承认说 经当中有分了义经跟不了义经二则 那么我们一直说 我们在中文中的栏理行 就会有提供给我们的义经 那我们在义经理行的义经 就是义经的义经 但是他们说 他们所谓的的义经 是义经的义经 义经都要义经 义经的义经 要义经的义经 我去义经 义经义经 这些义经义经 如果你能跟我们去找这个话 导致说,有没有练习 有多少钱 但是,在这个话里面就会有一点 如果你是过去对目的 如果你是过去对目的 你们还是过去对目的 那么,生命就会有任何主意 在这个话里面说, 如果能个人随起的话, 那有些人就会说 那为什么毕婆沙宗 跟随教行的金布宗 不承认不了义经呢 为什么他只承认了义经呢 因为他的原因 他思维是说什么 他说佛陀是实语者 实语 佛陀只说真实语嘛 所以佛陀只会说真实语的 他不会骗人的 他不会说 他是一切智 他一切是骗智的 他不会说谎 他不会说不是实际的时候 他是实语者 所以他所说的话 就一定是要了义的 所以他们是以这个原因来去做的 那以在于说 随理行以上的 这些金布宗为师来讲的话 他们也是承认 当然说承认佛陀是实语者 也是一切智 可是他为什么说 会有不了义经呢 因为他说佛陀所说的经 就不是从佛陀这一边 说他是不是实语者 而是说他是要关带说 所化机的来讲 所化机的这个病人 这个弟子需要什么东西呢 他就跟他说什么了 不是从我方而去决定 而是从他方的这个病人的角度来讲 他需要什么 他需要来讲的什么 而因他的想法 因他的情况而去宣说 就像什么 在一个病人 一个医生对一个病人来讲的时候呢 他有时候对于这个状况 纵使不是实际的状况 他可能会说的 与实际不符合的话呢 这不代表说他是讲谎了 也不代表说他不是了解的 是因为什么呢 因为对于那个病人 对于那种状况 他说的话呢 是要符合相应 那个对方的时候所说的话呢 所以来讲的时候 所以也一样 在与谁 理行以上的进步中来讲 为什么会说 有个不了意的时候 他不是只是说 佛陀是食于者 地狱者 这个角度 而是说 佛陀是观带听者 观带索化肌的程度 而去宣说 对 比如说有一个病人 就是得了癌症的话 那医生说 就是你已经得了癌症 如果这样的话 他吓到自己 当下死的 如果这样的话 如果他安慰的话 这个安慰不是一些状况 没事 你就是吃了这个药 就是以后好起来的 这不是话 不是一些状况 对他来说有帮助 如果直接说的话 他一下就吓到了 就是一下死的话 就是佛陀讲的那个经就是这样 等着一讲 我说都是把大地藏理当不得 那我们刚开始看了可能说 佛陀是一五一十的 说的话比较好 他为什么不一五一十说来讲的话呢 可是再又换一个角度 从另外一个地方来讲的话呢 佛陀为什么在有些地方 不是一五一十的实际的去说 而是说 他是关带索化机的嘛 关带这个人需要的 怎么样可以去帮助那一个人 怎么样可以对这个人最有利益 他是以当时 以那个时候的情况 而去悬缩 而不是说 我认为的情况就是这样子 而就硬生生的 硬邦邦的 把它全部这样子的悬缩 嗯 嗯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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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记得我要跟大家讲 我这边补充的 大家要在老师讲的时候 大家看老师的笔手 因为我以前我们在讲的时候 我们都在笔的这样子 我记得我们大老师给我们教学说 那时候我都不习惯看老师的 他们说 Memo 你要看我 你要看我的笔笔 那大家就要看着他笔 那大家就会有记忆的那样子 这个是来看他笔 我就不用笔的那样 大家来笔的话 那以水里行的经步中 跟为事 我们这边来讲说 大家要记住我们以后讲的话 我会清楚 很重要 这是我补充的时候 后面我们这边翻的或讲的 一字一句 都有它的关键 差一字都会差很多的 我们会讲了义经 不了义经 跟了义跟不了义 是不一样的事情 了义经跟不了义经 跟了义跟不了义 是两回事情 我们现在要讲的是 何为叫了义 什么叫做不了义 不是在讲了义经 跟不了义经 我们在讲 何为叫了义 跟不了义的话呢 如果按照 随 理行的 经步中 跟为事来讲的话 它在分了义 跟不了义上面 完全是在于 词 或在字面上 而去做了义跟不了义 如果可以如言如词而存 这就怎么叫了义 如果不能如言而存 不能如词面而存的话 那就什么呢 叫不了义了 那在于中观 秩序派来讲的话 它是什么呢 它是词跟义 二者 两者都要是实际的 词跟义 两者都是要实际的 都是要究竟的时候呢 这才是叫了义 如果在于词也好 在义也好 都不究竟的话呢 这叫不了义了 而在于应诚派来讲的话 所谓的了义跟不了义的话呢 完全跟词没有关 而是属于义 这个意思是究竟的话呢 这就是了义了 如果这个义不究竟的话呢 它就是不了义了 为什么呢 嗯 第一个人 在义以后 这种状态 如人的状态 那样 对义以后 在义以后 跟义以后 有些人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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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会 在乱乱 是 这种状态 在乱乱 知名言者, 无法寻求全部而言家。 那会让日本人去世, 无法寻求全部而言。 当然,世纪身分阻止,无法寻求从小失,无法寻求去世。 我们不能自好苦心,, 无法寻求宫。 我们不义了国家和福利商, 无法寻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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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世纪尤信仪尤信。 那如果在这边所谓的随理行的进步中 跟为师二者来讲 他分的了一也好 了一经也好 都是什么呢 都是透由说 能如言而成 如言而成 就是我用 不是那么专业的 专有的名词是什么 就是如同此经所说 实际也是这样子的存在 如同此经所说 也是叫如此存在的话 这叫了一也好 了一经也是如此 那了一的经 也就是什么呢 如同他所诠释般存在的话呢 这本经我们就叫了一经 那他所诠释的了一是什么 就是如同他所诠释的 这实际也是这样存在的 但我们知道了一的时候 不要只想到是说了一经而已 也有了一也有所谓的了一的论 例如说像现光庄园论 现光庄园论我们也可以说 他所诠释的了一也就是如言而能存在 那他本身也是了一经也好 那他本身也是了一经也好 因为他所诠释般也是存在的 所以我们说不管是了一也好 或者了一的论也好 了一的经也好 都是从能如 从那个声音 能存的声音 或者那个词汇 如果能如同此声 或者词汇 此意 所诠释般 而是实际存在的话呢 我们说这就叫了了一也好 或者叫了一经也好 了一论也好 但让这一步都讲了 我们让这一步的前面 是的话 我们有很多人的感觉过来 所以这一步都讲了 我们可以说 到了这个点 之后 在这个点 说 好 我们说 我们那一年 一年 工人 这一年 我们 是 我们 请 我们 想 我们 现在 我们 那在於秩序派我們剛剛不是說就不跟剛剛講的 隨旅行的進步跟維持不一樣了 秩序派是什麼是不僅僅在詞上面要 是詞跟意二者上都要究竟 什麼樣的意思是詞跟意究竟呢 意是什麼呢 他的所權必須要是聖意地 我們這邊所謂的聖意地跟前面又不一樣 這邊所謂的聖意地簡單來講就是空性的意思 這邊所謂的聖意地的意思就是空性 就是這一本經他的所權一定是空性 有空性 一定要有空性 因為我們這個詞彙裡面不是說他所有的權勢東西要空性 可是他所權的這個裡面一定要有空性 他的所權裡面一定要有空性的 這個第一個條件 可是只有他的所權裡面有空性 他就一定是了一經了 也不一定 他還有第二個條件 他還要如言能取 如言而成 這兩個條件來講 所以如果當中只有一個條件 如果只有他的所權裡面有空性的話 他也不一定是了一經 如果他只有是如言而取 他也不一定是了一經 例如說什麼 我們在秩序派來講說 如果有宣說諸行無常的這本的經典 宣說諸行無常的經典 它是可以如言而取的經 但它是什麼呢 它是不了一經 因為他的所權不是聖意地 他沒有符合到所權有聖意地的 那另外一個例子是什麼呢 如果他的所權裡面是有聖意地 他不一定是能如言而取的經典 有沒有 也有 就如同《波爾心經》 《波爾心經》是 他的所權裡面有空性 但是他是在秩序派的角度來 他不能如言而取的緣故 所以他也是不了一經 所以在於秩序派的觀點裡面 所謂的了一經是什麼呢 是要又能如言而取 他的所權裡面又有空性 有聖意地的 這兩個條件就在 明或者詞跟意 二者當中的條件 都符合的條件下 這個經才叫做了一經 他長得很多事的帝禮 他長得很多事的帝禮 帝禮 他長得多了 因為他長得多了 他長得多了 或者它是不能如言而取的任何一個經 它就是所謂的不良意經 我再講一遍 如果它是以世俗地作為自己的主要所權的經 或 不是幾喔 是或者它是不能如言而取的經的話 它就是所謂的不良意經 所以它可能是 如果它是它把它的所權當中有聖意地 但它不能如言而取它也是不良意的 不良意經 那如果它是能如言而取 但它的所權當中沒有聖意地的話呢 它也是不良意經 這兩個條件都可以讓它是所謂的不良意經 喔 對 但天津王剛連用的 中國因成本的角度來說 能權任何沒有關係 療癒和聖意地和空隙這三個是同意 不良意和世俗地和不是空隙的法 這三個是同意的 那最後到應成派的角度來講的話呢 我們說什麼 聖意地、空隙、了異 這三者是同意 世俗地、不了異 不是空隙的法 這三者是同意的 所以在於中間應成派來講的話呢 它是什麼呢 說如果這個經典所詮釋的是有關空隙的經典呢 這個經典就叫是了異經了 如果這個經典所詮釋的東西不是空隙的話呢 這個經典就叫不了異經了 就這麼簡單 跟能權的聲音 跟能權的詞彙 跟你用的潛詞 跟你用怎麼樣去表達 一點關係都沒有了 跟這個沒有關係了 這本經典是否是了異與否 這本經典是否是了異經 或者不了異經來講的話呢 是以完完全全是它的所權的意來做區分 跟它能權的這個聲音 或能權的這個詞 根本沒有相關聯 那我們在討論了不了一算說 藏論之前先要有一些的籌碼 我們所謂的籌碼 就是剛剛以上的這個前面的這些的話題 所以大家準備要進入到 了不了一算說藏論 請先把自己的籌碼先準備好 先把這個剛剛以上的東西 做為了解 大家才有籌碼去聽了不了一算說藏論 但別人是第一次的 好 那大家請看正文 好 那大家請看正文 在這裡 有什麼問題 從這裡的這個中文 我們在這裡的中文 可以看到個這個中文 如果你們可以看到那個 就是這次我們要再次出發 這次我們要再次出發 就知道我們要再次出發 我們要再次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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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要再次出發 我們要再次出發 好 重要的事情 大家一定幫我做筆記 大家一定幫我做筆記 這是我的命令這樣子 大家來做的話 在大家還沒有所宣說正文之前的話 中大師在這邊先 中大師已經先引用了一本經 就是護國問經雲 那還沒講到下去的話 在中大師在了不來的上課章論 他引用了多少經 引用了多少論的話 我們後面看到說什麼 中大師引用了二十一本不同的經 中大師在了不來的上課章論呢 他引用了二十一本的不同的經 他引用了多少論呢 他引用了六十三本不同的論 就是他引用了二十一本經 引用了六十三本的論 就是他引用了二十一本經 那 你現在要講話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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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一看到中大師的風格 或者大師的寫作是非常的嚴謹 他所引用的經 我說這裡 我說這邊 了不了於上課章論 說了不了於上課章論來講的話呢 中大師在這邊引用的時候呢 完全引用的都是 就是先前印度祖師大德的經跟論 他沒有引用任何的 就是中大師之前的這個 藏人的這個論點 大師所在了不了於上課章論 所用的依據 作為根據的經跟論呢 完完全全都是依著印度的祖師大德 而作為他的依據 那我還是一樣這邊幫大家補充一下 是什麼大家主要要聽的過容 不是我在講 我只是當一個轉換機一樣而已 大家主要聽的這個是老師在念的 所以在這個階段 我一定不會說聲 我會讓大家來聽 我在念的時候 只是完全是把它轉換的意思而已 大家不是跟我 也順便跟大家講 以後大家獲得口傳的時候 不是一者 一者只是一個幫大家轉過來而已 大家是要跟說法者來講的 這邊這個經文也是非常的重要 他說什麼是 空性極盡無生理 眾生未解故飄末 悲尊已多百方便 幾百正理令比物 但是你們在學校 你們在學校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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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以前有一個學者 為了這樣子不說學者的名字 有一個學者這樣子說護國問金雲 這個護國是什麼是 護國是一個人 在佛陀的時候護國是一個人 護國請問金的時候 他說我在找護國請問金當中 完全沒有中大師所引用的這一個寄送 不知道中大師在哪裡找出了這個寄送 這個問題他提出這個問題 在這邊很久大概一兩年的時間說 你們在你們引用的護國請問金當中 跟或者中大師依據的這個來講 我去找了護國請問金 沒有這一句 沒有這一句 這個學者 不要說別的 依著這個問題還造了一個論 在日本呢 對對對 還現在正在住在那個日本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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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寶吉經裡面有非常多的品 其中當中的第18品 寶吉經裡面的第18品是什麼 サブーヤン 聖者護國請問經 它在這個第18品 寶吉經的第18品裡面的 护国请问经的里面就有呢 就有这个寄送了 所以这个在日本的这个学者呢 他自己没有分清楚说 他把同样的词汇误认了错误 把说什么 有那本另外一本的护国请问经 跟保极经里面的第十八品的 护国请问经 没有分开 他以为说那本另外一个经典里面没有呢 就没有了 实际上这个护国请问经是什么呢 是在于保极经里面的第十八品的 这个护国请问经当中呢 有这一个寄送 多伙计 那是 有关在中国人色的飞飞 里面感到不耐心上的 有所谓的 Hallow 专业的地毕业 或是另外一本主乖 还有这些是 专业的定性 那我们先让大家知道我们在三大寺所教学的风格是什么样 让大家尝一下味道 后面我就不赖了 在想说什么 我们在三大寺如果在教书的话 我们会说什么呢 那护国请问经是在哪里呢 如果在西藏里面当中的话呢 有非常多本的大藏经甘诸尔的翻译本 但其中我们认为说最 应该说审核最好的 最少错误的是什么 是德格印经厂所印出来的这个甘诸尔的大藏经 但德格甘诸尔当中呢 那个宝极经的第五函当中的第252页 在德格甘诸尔的宝极经的第五函 有很多函的 在这个宝极经的第五函的第252页当中呢 有引用到这个经验 所以这个在我们在三大寺教的话 我们会连印刷厂的版本 哪一函哪一页全部会说出来 因为今天是起个头 缘起让大家尝一下味道 以后我们就不用解释这么多的 这个页数根直接来讲 就不用这么说下去了 那我们这个寄送大家请看喔 就是第一个寄送的第一句说什么 空性极境无生理 空性极境无生理 这代表是什么 我们要先说 这个代表是卸托三门 这个词汇是诠释了卸托三门 那我们这边在分三卸托门的时候呢 或分出卸托门的话呢 不知道今天应该说还不应该说 那没关系 我们先起个头来讲的话呢 这三卸托门 我们会有分共的三卸托门 跟不共的三卸托门 和我们这边所讲的是 不共三卸托门 那不管是在与三卸托门 不管是从共的角度来分也好 都会分什么呢 有分说在静上面的三卸托门 跟有静上面的三卸托门 在这边的级店里有空 都是在那里的 但在这边 我们需要更多亏托门 在这边的担心里 在这边的担心里 我们在这边的担心里 我们会在这边的担心里 可以把这边托门 出现了 水平地看到封区之义的 血液被捧了 水平地的治愿 水平地受得了 水平地受到水平地震 那我们这边来讲的话呢 我们这边来讲说 会刚刚讲不管是共也好 不共也好都会分从 近跟有近 那我们先从不共的这个来讲的时候呢 那我常在三大师也是这样讲 我说我们用柱子跟瓶子来解释 大家没什么感觉了 我们在讲空性的时候 用瓶子柱子讲那没什么意趣 我们大家想说我自己 从人这边来讲比较有意趣 特别大家看到我们这个第一页 我们这个第一页的这个来讲的话呢 这边还没有开始讲维世派 这边是他的总说 就是在先 可以说是中大师在铺陈 要准备要进入正题的时候呢 这个是从广的 就是从总的角度来讲的时候呢 那分什么呢 我们说如果从人或从普特切罗来讲的话呢 从人我普特切罗来讲的话 我的这个是 治方 是没有治方存在的话呢 我们这叫做为什么 我们叫做卸脱空性之门 卸脱空性之门 那如果说此普特切罗的因 也是无治性的话呢 这叫做什么叫做卸脱极尽之门 那如果讲说 此普特切罗的过 也是无治方 无治性的话呢 我们叫做什么叫做卸脱无生之门 那这个广的来说 我们这叫做什么 三卸脱门的话 讲说什么就是 卸脱空性之门 卸脱极尽之门 卸脱无生之门 那在经书它只有说 空性极尽无生理 可是实际上它代表的是什么 是卸脱空性之门 卸脱极尽之门 卸脱无生之门 卸脱夸脱無生之门 那我们在这边大家要注意是什么 虽然是三邪托门有分共跟不共 可是在这边所要提到的主要是在于不共的这方面 而在于提到不共的时候 他在敬跟有敬的当中 他这边主要要提到是有关敬上面的 所以说空性这边来讲的话 这空性代表是什么 是我们刚刚讲的是人 普特丘罗他本身的无知性 是人的无知性我们讲说 卸托空性之门 而我们第二个说极敬 或者简单来讲 或者他有说什么无相 因为我们在经书有说 极敬也好或者无相也好 他主要是在说什么 这个普特丘罗他的因 这个普特丘罗他的因 也是无知性 无知方无知相的 那这个普特丘罗他的果 他的果也是无知性 无知相 等等来讲的话 只是说无生的 所以卸托无相之门 或者卸托极敬之门 以及卸托无生之门 他定议他在这个家里 干啥的家里有的 他就能够到我 他就能够到我 这一种把家里的家里 他就能够到我 他就能够到我 看我刚刚举的例子是 以人嘛 以普特丘罗 如果你想要结合瓶子 柱子或什么 你就可以自己去结合 你不管你要结合任何一个法的话 你随便去结合 就是有应该说有为的法 你要结合任何的有为法 也都是如此可以结合 对 但是 我们在五岁的学校里 我们在学校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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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学校里 他在学校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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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教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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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車子 拿到鑽下的指導的故事 2車子 出現了 2車子的指導 2車子 出現了 1車子目 有沒有 那我们这边来讲的时候呢 我们为什么讲它叫为卸托之门 那卸托之门是什么 卸托就是我们要得到最究竟的卸托嘛 断除烦恼的这个卸托之之为叫做卸托 那卸托之门 为什么叫卸托之门呢 因为必经之处 必经经过是什么 在以中观应成派的角度而看的话 如果要获得卸托的话 他必须要经过空性 必须要透有空性的时候 才可以去获得卸托 这什么呢 从静上面它必须要通达空性 从有静上面来讲的话 它必须要透过了解空性的这个智慧 所以不管我们刚刚讲的 这个不管是从静上面来讲 静本身在什么 是在讲空性本身 有静上面是在讲什么呢 是了解空性的这个智慧 叫有静的 这为什么叫做空性之门呢 这三者为什么叫做为空性之门呢 你看我们要进入这个教室 或者我要进入这个中心的时候呢 我是不是一定要从门而进入 没有经过门 我怎么进入这个教室呢 也一样我要进入卸托之门 我要进入卸托之城 我是不是必须要经过这个门 我要必须要经过 不管是有静也好 有静也好 都是需要说什么 去了解静上的空性 以及透由了解空性的这个智慧 这个静跟有静 二者才可以进入到卸托之门 或者到才可以进入到卸托了 所以这叫为叫卸托之门 这个不是说这个空性的道理本身 刚刚我们讲的空性本身就是一个门 要这样屈辱 不是这个意思 而是因为是透由这个才可以到卸托 才是这样子来讲 那这个济颂是什么 是以中观应成派的角度才说得通 大家记得我们刚刚讲的这个济颂 是以中观应成派来去说才会有的 因为只有中观应成派说是你没有通达空性 你就会一定要流转于轮回当中了 如果以秩序派来讲也好 以维斯派来讲也好呢 就不能这样去解释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在秩序派也好 在维斯派也好呢 他纵使他没有通达空性 他不了解空性的话呢 不代表他一定流转于轮回 他可以透由了解别的 比如说独立实体的我空 等等这个法类呢 他就可以说我就不用流转于轮回了 所以这个来讲说 必须要获得卸托 一定要通达空性 这是什么 只有是以中观应成派的角度 才是如此的解释 那如果是维斯派跟中观自序派解释的话呢 他就不会像我们刚刚解释了 从空性的这个角度而去解释了 从空性的这个角度而去解释呢 唯一是由中观应成派去解释的 但是 秩序跟维斯派 不是没有办法对这个经去解释 他也不是不承认这本经 他承认此经 他有办法去解释这个经 可是他不是由空性的角度 他是什么呢 他是讲独立实体的 无我的角度而去解释 他讲说有共的三卸托门 我们刚刚不是有说三卸托门有分从共 跟不共的而去分的 不共的是我们刚刚讲应成派的说法 如果在于共的时候呢 就是刚刚讲的维斯派跟秩序派 他从独立实体的无我的这个角度而去解释的 也有解释的方法 和这个解释的方法我们可以说是什么 是用共的方法而去说出三卸托门 那我们说 共的三卸托门是怎么去分的话呢 我们一般是透由四地十六形象而去做区分 那这个四地十六形象而做的区分来讲的话呢 这个是比较要花长一点的时间 所以我今天就不急的去讲 我们明天再讲了 那我们今天这个后面的意思还蛮多的 所以想说今天讲不完 所以我们就慢慢来讲 我们就把它放到明天再 再缓缓慢慢讲 讲广一点 我们明天再把它讲完 那大家请合掌会上了 愿消三藏诸烦恼 愿得智慧真明了 普愿罪障惜消除 世事常行菩萨道 请问我